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hat.js 今天我给您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线棒乘一家 什么意思 以前我是不是给您介绍过线图 以前我是不是给您介绍过棒图 今天我就要把线图和棒图 咱们画在一张图上 叫做线棒乘一家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混合线图和棒图 组成线棒图 该怎么做 下面就是今天咱们要做代码 在做代码之前 我先把咱们这个基础代码 这个图表显示什么样子 我先运行一下 好咱们试试 今天是第九课 好咱们到Lesson Zero Zero不像话 Lesson9 最近我也准备好好的 公一公英语 好 这是咱们现在默认的一个棒棒图 对吧 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咱们要把 一个图线 是这样 咱们这个图线有两组数据 对不对 我准备把其中的一组数据 变成线图显示 而另外一组数据 还是用棒图显示 这就是我做的线棒图 咱们可以来试一下 好 那咱们开始做了 看咱们的readme 今天的readme 我看看这内容 倒还是不少 咱们一点点来 首先 在这个datasite里面 大家请看 我一开始 是让整张图片变成霸图 棒图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针对于每一个坐标 或者说每一组数据 进行单独的设置 比如说 我把优酷这个地方 设上type等于LAN 这可以吧 太可以了 马上做过来 没有问题 然后 我这成两个文件 好 OK 接下来 过来 接下来 我让它做一个填充 等于false 不做填充 为什么 你线图 你填充了 把棒图挡住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儿 本来不能做填充 这个地方 我要做一个 它的id为基础的样式 什么意思 一会儿再说 跳过去 然后下面这个youtube 我把它设成 棒图 还是棒图 其实它默认就是棒图 但是我把它显示的 给人写出来 这样您可以做一个 上下的对应 没有问题 然后 我这设了一个y的id 这是分别对应着 这两组不同的 图形现状的样式 这现状的样式 在哪定义 往下看 在option中进行定义 大家请看 我在option中 这个style里面 定义了两组 外轴的样式 没有问题吧 然后每一个样式 我都规定一个id 这个id之后 我要填到这个 y 这个 叫什么 y-axis id里面去 那么咱们先做下面这个部分 我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在option当中 定义了一个scale 这个scale里面 分别定义了两组数据的 外轴的id 好 把它拷贝过来 拷到咱们这个option里面去 好 咱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比如说我的id叫什么 然后这个 以什么形状进行显示 然后呢 显示在左边右边 同时设上每个坐标轴的大小 为什么 因为咱们是两组数据 咱们显示棒图和显示线图 也许不用一个坐标系 比如说咱们有可能是钱 有可能是人数 那么它们就显示在两个不同的坐标下去 或者说显示在两个不同的外轴上去 这个地方呢 就分别定义外轴 就这个概念啊 OK 咱们马上试一下 我先把上面这个地方 设上分别的id 一个叫做axis等于 UQ axis坐标 拷贝过来啊 OK 另外一个叫做 YouTube的axis坐标 拷贝过来 没有问题吧 这两个id 是我在下面的地方分别定义 没有问题 OK 咱们看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先给它屏蔽起来 一会儿咱们再看这个option的效果 其他的效果 以前其他内容我都讲过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 看看咱们现在 我为这两个 两组数据定义不同的现状图 是个什么感觉啊 运行啊 F5 Go 大家看 YouTube这个 不是YouTube 是UQ UQ的 稍等 这地方 看一下 OK 没有问题 咱们再来啊 UQ的数据 现在呢 是这个线图 没有问题吧 然后 YouTube呢 是BUT 但是 我有个问题 刚才我也是 犹豫一下 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的UQ的数据 比我这个YouTube数据要大 看到没有 我这YouTube是300 上面这个是200 我刚才一犹豫 为什么 怎么这个200 这个200比300 这个还有大呢 我忽然想起来了 为什么 我刚才跟您说过 我定义了两组不同的坐标系 或者说叫做坐标轴 我这个UQ的线图 用的是左边的这个坐标轴 我的这个YouTube的这个BUT 或者这个BUT 用的是右边的这个坐标轴 它们不在一个坐标轴上 所以说咱们看起来 这个UQ现在是200 是300 但是呢YouTube是200 但YouTube看起来比它高 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大家看 线图跟BUT都出来了 但是大家看这个 因为是两个不同的坐标系 红在一起 看上去非常的乱嘛 这个图标 这画了很多 完全看不懂的横线 没关系 咱们删除一组 怎么删除 就是用到我刚才说的 这个grade line Display等于false这个地方 我把YouTube的这个线图给它删掉 这样您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了 试一下啊 还附我 够 OK 有朋友说我还不舒服 为什么 颜色不好看 不好看的话 您就看我上上期 我对每个这个线图 包括每个BUT图 棒图 都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式的设置 定制都是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简单表出来 您的单位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都是没有问题 而且呢 多组数据都能够在同样的一张图上进行显示 也是没有问题 很轻松的就能够做到 推荐给您啊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应该不是很难啊 您的实际敲下代码 或者说 从这个开中锅上报道代码下来下来 您直接运行一下 就能够马上看到效果 没有问题 我相信这个实现的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说您要是没有这个组件的话 您在您的工作中需要画这么一个图 真的是比较困难嘛 对不对 我这么认为 因为以前我画这个 我画这个股票的这个图 哎呀 画的K线图 画的我是头领脑账 好 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锅的服务器 这些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YouTube 还有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